Sallywoods第六講 變化半徑倒圓角 我們如果一個圓角 直接這樣子打勾 就一個圓角 可是這個圓角是半徑相等 如果我們要變化半徑的話 一樣按下去 讓它變化半徑 這個是原本的圓角 這是變化半徑 那麼它幫你做三個點 像這邊 一個點 兩個點 三個點 在這邊 你可以換成兩個點 這邊剩下兩個點 三個點 變成1,2,3,3個點 拉開比較看得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用三個點 還有頭尾V1,V2 這是V1,這是V2 那這樣子總共五個點 那我們就可以設定 這邊還有 互相對稱跟對稱 我們先做互相對稱 就是 全部兩邊都是 同樣一個R 那我們說 這個V1等於5 V2等於5 然後再來 P1 P1等於10 這個有點Bug 我們不能按Enter 只好用這樣子代替 好 那這裡 20 20 這裡 也是10 現在我們這邊是 20 這邊是10 這邊是5 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是5 這邊是5 這邊是10 這邊是20 所以你可以做一個 變化半徑導演講 我們再回去看 那這一種 還有另外一種設定 比如說做對稱 對稱的話 就是說 這邊有兩個半徑 那 你可以設定 一個上面跟一個下面的 兩種 兩種 我這樣做給你看 譬如說 這裡 他告訴你 哪一個是什麼 譬如說 這邊有兩條線 對不對 兩條線 這邊有兩條線 你可以從這個兩條線看得出來 哪一個是什麼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兩個 那個半徑 所以你看我們如果說好 第一個 是 V1是5 這邊是10 第2個R是10 你會看到這是10 這邊是10 這邊是5 這邊是5 這邊是10 再來 V2 也是一樣 我現在把這個改成10 這邊是10 這邊是5 這樣也可以 那當然你可以全部相等 譬如說這邊 10跟10 10跟5 比如說你這個10 這個15 這個15 這個也是 這個10 這個15 那這裡呢 兩個都20 這樣子就是說你看兩邊不一樣 兩邊的R不一樣大 這邊是兩邊都20 這邊是15跟10 這邊是5跟10 所以做出來就是 他幫你控制 像這個5這邊10 這邊5這邊10 那這兩個都是20 這邊是5 這邊是 10跟15 這個是可以自己控制 兩邊要不要對稱 特別是4個 這個10 4個 C 這就是8個 這一個10 是多